佛教的唯一的方法 唯一的方法 慈悲超越一切 慈悲消途对立 慈悲消途承问 所以希望大家新的一年 不要用什么批评啊动机 去讲对方好不好 不好了 你就是用慈悲跟他说 吸毒的都会改变 我跟你讲 自杀的也会改变 但是一般的人都会认为说 我骂他 我骂他说 他说他不好 没有用 没有用 佛法你要相信 什么人可以骂 除非你是 这个人很相信你 对你恭敬 你是加持他 可以 对不对 这个人只是一个邻居啊 或是你弟弟啊 他不见得理你的 你不能用骂的方法 所以世间人的方法 就是用爱 用恨的两个方法 爱的爱的要命 骂的骂的要命 那这样有用吗 没好 真的没好 我看都看得出来 方法如果错误啊 连教出来的小孩子 都长得怪怪的 这一点一定的 所以你只能用佛法 佛靠说什么方法 听你念佛 诵经 回向 连动物都可以超度 对不对 动物都可以离苦 大家了解这个道理 所以改变个方法 好不好 改变一个方法 不要再洗洗顶了 你夫妻不快乐 天天跟你老公吵架 老婆在那边斗嘴 那你浪费时间 你不会拿来念经啊 那来持咒嘛 你跟他说二十年就没好 你还会说那久不通 有时候我觉得人 有时候很奇怪 不好 我动不掉啊 我都跟我讲啊 不需要啦 一笑自知念佛回向 自己要修行 千万不要只相信 我有力量 我们是凡夫啊 佛力无边啊 要用佛法的力量 用善根的力量 替他放声 替他点灯 对不对 所以上回 教会各位缅甸的佛教 儿子不听话 怎么办 儿子不听话怎么办 没有在背哦 礼拜二 在佛前供水加莲花 要让他听话送玩具 要如此嘛 你都不去做一点功德 老婆忘记要怎么办 对不对 你就在佛前供水 上面摆花一对 或是礼拜三供饭 对不对 那你该做的去做 你再来讲嘛 你该做的都不去做 我得用你个人的方法 你努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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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精神犹豫哦 没有用 所以各位佛法 特别在藏传佛教 什么事情 好 大家做这样 修法 帮你修立度母 事情就OK了 对不对 法的力量不可思议 心灵的力量不可思议 善根的力量不可思议 所以很多人说 哎呀师父我爸得癌症 怎么办 我都要下 念一下 来 吃舒服 放声 点灯 我每天都要赶快 因为这是最快的 然后加加一个 名字给我 帮你回向 对不对 我也做功德 进一步他知识分子 那你都 业障重 送地藏经 对不对 精神不安定 送普门瓶 身体不好 不发财 要试经 这是最普遍的 很执着 金刚经 那是最普遍的 你不要跟他讲 那个没听懂的 送不动佛 这什么佛 你要看对方 如果是信徒 他知道 不动佛 不是信徒 念阿弥陀佛 但是 佛法就是如此 不但他这么做 我们也这么做 也不是叫他念 我也帮他念 回向 往往我 一二十年来 不可思议 所以你这样 就可以平静 知道吧 处理事情要平静 平静才有效率 你要起心动念 没效 没拉 就像拐杖断掉了 你要平静 然后去做这个事情 我要跟你讲话 要平静 那可以 我如果起心动念 也不想这样 我们功德该做了 回向往往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 我好想要平静 我好想要平静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